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一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如何向聪明人来分享福音呢 在《雪庭宣传》第17章 保罗在雅典跟这些哲学家分享福音 保罗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 保罗怎么做 保罗首先他先找到双方都同意的事情 成为一个福音的切入点 保罗提到了 你们凡是敬畏鬼神 其中有一座神 是卫世之神 你们不认识而敬拜的神 今天我要告诉你他是谁 是的 不认基督徒 非基督徒 我们都渴望真爱 渴望平安 我们都渴望自由 渴望公义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相同的地方 而我们从这个相同的地方开始谈 我们要更要谈到福音的超越 是的 人敬畏神 却不认识神 而有一位独一的神 是我们真正要敬拜的 就是耶稣 而唯有耶稣能够赐下那真实的喜乐 真实的平安 在他里头有夺不去的平安 而有真正在基督里头的自由 而神是真正公义的神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相信答案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而我们起来高举十架 传扬十架的时候 人会在十架中找着我们生命最大的渴望与满足 是的 保罗给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示范 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先从双方同意的地方开始 而在人需要的地方 让我们看到 让人看见福音 十架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与满足 要节 在第二十三节 保罗说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 为世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 我先来告诉你们 是的 我们要向人分享 你们渴望的平安 喜乐 人不认识而追求 而现在福音告诉我们 耶稣就是 我们来祷告 为主帮助我们面对聪明的人 不要害怕 我们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让人降不在基督里 得享认识神的智慧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